这个影片我们来说明一下 目前坊间比较常见到的 比较常听到的金流系统 在购物车的在台湾里面串接的金流 最常听到的是蓝芯、绿介或红阳 还有最近比较少人 最近比较多啦 之前很少人听过 大概我在两年多之前有用过的TAP-PAY T-A-P T-A-P-P-A-Y 那蓝芯金流和绿介金流跟TAP-PAY 最主要的不同点在哪边 蓝芯和绿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们是本身制作金流的杂道 他们写程式这个金流的杂道 然后去跟银行谈妥了他们的合作关系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在蓝芯、绿介之前是什么状况 那目前大家比较知道就是蓝芯、绿介 他们是把这个金流的杂道程式写好之后 跟银行端做串介 所以我们商家不需要去跟每一家银行去谈判 说我们要申请线上刷卡的这个功能 你只要申请蓝芯或绿介就可以了 就可以怎么样 在你的网站做串介 让消费者在网站上线上刷卡的时候呢 消费者可以使用各家银行的信用卡 蓝芯和绿介已经跟这些银行都已经有合约关系 所以你不需要一家一家银行去跟他们单独谈判 那在以前呢不是这样子 以前没有蓝芯金流这种叫做第三方金流公司出现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网络商店想要透过刷卡的方式让消费者消费的话 那你必须比如说我要去跟中国信托 或者是跟玉山银行去跟他们谈判 说我们公司想要申请线上刷卡的机制 然后呢比如说中国信托这家银行跟你谈妥了 一年年费要给他们多少钱 或者是每一笔刷卡金额要抽多少percent的佣金 手续费等等 你要一家一家银行跟他们谈 那假设说我今天谈妥了中国信托 并不是说消费者一定要用中国信托的信用卡才能够刷卡 不是 是只要比如说Visa卡或Master卡都可以刷 可是呢收进来的钱呢会直接进中国信托 意思是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中国信托去开一个账户 你公司的账户在中国信托 那人家收了钱刷卡之后 钱进了中国信托也就是进到你自己的银行户头 那如果是你申请蓝星 等于说你跟银行之间中间隔着一家蓝星 所以才叫做第三方金流 第三金流公司 蓝星跟绿界都属于第三方金流公司 那你今天只要申请蓝星的账号之后 你在你的网站上创接的蓝星或绿界金流 人家消费者直接在网站上刷卡的时候 他钱呢会先进蓝星的公司 就好像LightPay 你钱好像一个钱包一样 钱先在那个地方暂存 然后呢可能经过十天之后入账 那你才能够把蓝星里面的钱提款提领到你自己的银行账户 你必须在蓝星或是绿界的网站后台去设定你自己的银行账号 然后把它做提领的动作 所以在刷卡的当下 钱并不是直接进你的银行户头 而是先进蓝星这种第三方金流公司 然后你再透过十天后 已经入账了 你再把它提领到你自己的银行账户 这是第三方金流公司做的事情 那以前没有蓝星金流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必须跟中华星都谈妥了 然后你必须自己写程式 像蓝星他已经帮你把程式写好了 跟你的购物车串接好 这样 这个外挂软体就可以跟你的Wordpress去做串接 那如果是像以前的年代 你必须要去跟中华星都申请说我要刷卡 然后你必须要自己有工程师 你要自己写串接程式 跟你的网站做串接 好 这是最大不同 那 Tappay跟蓝星绿界最大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写这个金流杂道程式 让消费者去刷卡 但是他们并没有跟任何银行去谈妥串接 你必须跟他们有配合的银行去谈 比如说Tappay他们有配合玉山银行 或者是中国信多银行 那你必须要自己去想说 我比较喜欢中国信多 还是我比较喜欢玉山 你可以先跟这几家银行去谈判 你比较喜欢哪一家 你就在那一家银行做开户 然后呢 银行他们必须要跟这个Tappay本身去做串接 那这一段工作呢 Tappay他们不会帮你谈 你必须经过他们的介绍引荐 然后你去挑一家银行 你去跟这些银行的业务去做谈判 那一段谈好之后 比如说我之前跟玉山谈好了 那玉山呢 他们也必须要抽这个手续费啊 佣金啊对不对 所以你就必须给玉山银行 或者是中国信多银行 你要给他们挑一件就可以了 你要给他们年费 这是银行会收的 那你要给Tappay这家金流杂道公司 年费这是Tappay收的 可是蓝星跟绿界是已经整合在一块了 所以你只要把 譬如说每个每笔交易的2.8%给蓝星就可以了 你不用管银行那一端 因为蓝星跟银行已经谈妥了 好这个就是Tappay和蓝星绿界他们不同的地方 Tappay他们没有谈妥 如果要你自己去跟银行谈 所以呢 银行那边的年费你要出 Tappay那边的年费你也要出 然后两边加起来 那蓝星跟绿界不用 就是你只要把钱那些佣金给蓝星或是给绿界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已经跟银行谈妥了 最大差别就在这边 那到底要用Tappay还是要用蓝星绿界 最大的差别是我个人觉得Tappay优于这两家的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它不用跳转页面 就是说你可以让消费者在你的购物车网站自己的网站里面结账的时候直接填入信用卡卡号 就可以结账完毕了 可是蓝星跟绿界不行 在消费者点选说我要刷卡的时候按下一步 它会先跳到蓝星或绿界的网站去做刷卡动作 你仔细看那个网址 它其实是跳出去的 跳到蓝星绿界的网站 刷卡完毕之后呢 它又跳回来 又跳回来你自己的网站写着刷卡成功 这个是又跳回来了 所以跳出去再跳回来呢 有一个风险就是客户会觉得说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Tappay它是不用跳转 我觉得我最喜欢它就是它不用跳转 它跟国外的stripe非常像 可是stripe它不开放台湾 算了 那台湾有Tappay 只是说它的费用可能就比较高一点 如果你的交易量没有很大的话 你用这种每年需要有年费的服务 你会感觉比较贵 可是如果你的交易量很频繁的话 其实就还ok 我们必须以客户不要跑掉为主 所以Tappay它是最不容易让客户跑掉 只要在一个页面里面 就可以让客户填写信用卡 而且它最大好处是什么 因为它不会跳转页面 所以它之前填过的信用卡 很有可能大部分的几率都是这样子 就是它下一次在消费的时候呢 它点一下 那个暂存档就跑出来了 感觉好像那个卡号已经储存了 所以消费者很容易在下一次回购的时候 就直接点一下 它不用再去把信用卡拿出来 再翻一次 再填写一次 可是蓝星或绿界的话呢 我觉得比较麻烦就是 呃 假设你要买第二次 那你在填卡号的时候 它跳出去 哇 那个卡号并没有暂存 我必须要再拿信用卡出来 再重新填写一次 我觉得很麻烦 这个就是他们最大不同 还有一个最大不同是定期定额 定期定额分期付款等等 分期付款是蓝星绿界都有提供 但是你必须审核通过啦 可是TablePay它不只是分期付款 它还有一个定期定额扣款 订阅制的功能做得比较好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外挂串接完成之后呢 你可以让消费者去定期定额的付款给你 用订阅制的方式 而且如果消费者想要退订的时候 他也可以自己手动去退订 这是手动去退订 你管理员不用去管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用蓝星不行 你用绿界的话呢 你必须要消费者口头 或是书面提供email给你说 我想要退订 然后你在手动 手动用人工的方式 去把设定退订的方法 去按退订 到这个绿界的后台去按退订 可是TablePay呢不用 TablePay它已经整合好了 你只要在网站上面 消费者自己按退订 不用你自己人工去处理 这是我觉得它最大好处 所以它真的比较贵 可是它比较方便 站在你交易量如果比较大的状况下 这样子比较省你的人力 省人工省人事成本 当然你赚钱会比较快 所以这个要看你怎么去取决 你的交易量的多寡 来选择 以上这些就是针对蓝星绿界 这个第三方金流公司 和TablePay这种 纯粹做金流杂道公司 他们的最大不同的说明 你解释一下 我按针很高的 你解释一下 你解释一下